就感到很难过了 一早临时加开记者会 回应幼儿园狼狮案 因为这把火也烧到前台北市长柯文哲身上 个案首度通报就是在柯市府任内 受益局 交易局 我当时没有抓到证据 事实上检调也有介入 一般去调查 也怕说大张旗鼓 会引起家长恐慌 或者是未审宪判 可是有时候也要保护小朋友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 改进的空间 认了有改进空间 却依旧没致歉 但幼儿经历的伤痛 却没有重来机会 柯文哲频频强调 自己已经卸任 没有找到很坚实的证据 其实检调也有介入 所以还是不起诉其问 不过那已经是在我卸任之后 很久以后的事 现在在想说如果重来一遍 应该怎么做会比较恰当 推给检调 但时任社会局恐怕已难以卸责 而柯文哲已赶行程为由 回应三体提问就离开 不过先前关系不错的 杨文科如今也卷社谈 前幕僚吴静怡就爆料 2022年选举 他问柯文哲为什么要支持杨文科 柯文哲回应他是公务员出身的 不会贪污 如今似乎狠狠打脸 而黄国昌在郑文蔡案 连发九篇文 如今杨文科案却是静悄悄 任何形式的贪污独立 本来就是在台湾社会 没有办法被容忍的 杨文科说他没有拿钱 杨文科的事情 杨文科自己去司法程序面对 面对涉探民众党的标准 是否在同把池上让人打个问号 三首黄一帆时辰S15台北采访报道